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升华流 升华流是当前有人研究出来的这种自我献祭的 然后就是靠太悟自我牺牲 献祭自己 提高所有人的自知水平 有人管这叫优胜优育 这个mode是用来解决重复操作 就是自杀数量太频繁 然后浪费时间 我觉得这个一点也不有趣 这个很无聊啊 这种重复操作一点快乐都没有 所以呢 用这个mode来解决这个问题 咱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所谓的全员飞升超人流 然后这么一个它是个怎么回事 先简单介绍一下 也就是说呢 这个呃 有人挖掘出来那个太悟会议院的有这么一个机制 也就是每太悟每轮回转世大概是四十代 然后呢 所有的婴儿的水平 资质的水平就会进行一定量的提升 这个过程呢 是挺痛苦的 一般就是找人袭击 然后自杀 呃 然后轮回 找人自杀轮回 找人自杀轮回 然后几百代的时间之后呢 这个资质会有一定量的飞升 嗯 大概就是这种情况 像这种就是手动重复这么多次的话 其实是很痛苦的 像这个婴儿啊 但是可以达到一个就是什么情况呢 婴儿的资质就能吊打成年人 嗯 是这么一个情况 呃 对于说要需要刷资质的这个玩家 我觉得这个mode是挺有意义的 然后呢 呃 根据我的意见呢 大佬把这个mode进行的修改 原来就是一刷一千代改成了就是可以自盯 这个我觉得应该就不会太影响游戏的体验 所以呢 大家要酌情使用啊 呃 不要就是说一直开着 这个不要一直开着 嗯 而且只以呃 泰污的转世对世界进行影响 你如果觉得足够了就可以关掉 呃 至于如何使用 这个在论坛里面这个有非常清楚的解释 嗯 我在这里面就不追溯了 好 这次就到这样 大家再见 小时候说一句 其实你按Ctrl F10任何时候都可以在游戏中 呼出你的mode 然后开启后关闭 呃 最好还是保存之后再进行这种操作 嗯 别的就没有了 白了个白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